第三届越南国际木偶节 今年共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木偶剧团参加 来自新北市的山婉然布袋戏团 是台湾首次获邀与会的剧团 山婉然团长黄武山表示 越南观众很热情 虽然语言会形成小障碍 但是透过动作和锣鼓音乐 却是很好的桥梁 台湾就是算是第一次参加 观众感应其实都很好 大家会觉得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 我们所使用的是闽南话或客家话 但我这个剧情是李天悟老师传下来的 我在改编成客家的一些彩叉的音乐 但其实在地的朋友越南朋友 其实对这个都很熟悉 那我觉得像今天有小朋友 其实都看得很开心 从搭设舞台到文舞场 每一环节都要再三确认 最后能获得观众的认同 剧团成员所有的辛苦 都可以抛到脑后 观众席中做了许多小朋友 从他们神情中看到专注和开心 特别是演出中 穿插了越南童谣 更是带动了现场气氛 表演结束后 很多小朋友仍拉着山婉然团圆 继续在舞台前舞弄布袋戏偶 欣慰盎然 久久舍不得离去